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所举办的瑞典乒乓球公开赛 今天是由男子的单打半决赛两场的比赛 这次的男子单打比赛看起来有三名选手都是排自于当地瑞典 说明瑞典乒乓球运动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 而唯一一位在半决赛出赛的是法国选手 埃鲁瓦 那么首先我们将为您转合的是埃鲁瓦对瓦尔德内的一场精彩的男子半决赛的单打比赛 这场比赛是景俊宏和张宝奇给您做中文解说 我们首先看到了两个双方球员在练球 穿黄色球衣的是大家所熟悉的乒乓名将瓦尔德内 那么背向镜头穿蓝色球衣的是法国球员埃鲁瓦 这名选手也是近两年冒起来的新秀 我觉得今天好像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选手埃鲁瓦应该说是备受压力 因为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都是三位来自当地瑞典的选手 其中他第一场半决赛所面对的对手是一位拼弹老将 技术非常全面的瓦尔德内 对瓦尔德内的这名选手可以说是拼弹长青术了 这名球员的前三板发揭发的技术相当的出色 甚至都要比亚洲的一些选手都要来得好 那么他其他的场上的经验也是非常的老道 所以面对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讲 可以说他要战胜他应该有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说他所面对的对手是一位经验老道 而且在拼弹已经驰骋多年的老将 而且他的据你所说的前三板 所谓的前三板进攻算是当今世界也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选手 对这名选手打球的发球变化 可以说他吸取了一些直板的特点 那么待会我们从他的发球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变化 那么您说瓦尔德内他的球技就是 即东方与西方为一体的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 对他可以说把直拍和横拍的技术结合的相当的不错 那么现在很多球员在这方面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比赛已经开始 首先是穿着黄色球衣的当地选手瑞典的瓦尔德内发球 看看所谓的前三板就是第一板就提了 那么这样造成对方法国选手艾鲁瓦回球出界 我们看到瓦尔德内又是发球抢弓进行得分了 这板没回好 那么戳得太高了 对很明显的一个吃发球 那么瓦尔德呢手腕一动一个不转球 非常的隐蔽 但是我们看看法国选手杜鲁瓦 他确实还是有大战经验 面对抢手呢 他的刚才变现呢也是变得非常突然 对这名法国球员呢 他的发球呢 抢弓也是相当的凶猛 非常可惜的那么大一个高车打丢了 这两位选手比赛起来呢 看起来有一定的表演性 尤其是老将瓦尔德内 结果这一次一板落空了 我们看到埃罗瓦的反手抢弓 非常的好 可惜正手在进行连续进攻的时候 出现了失误 好像埃罗瓦的这个发球也非常低 而且也比较转 对他的发球也相当的隐蔽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所谓的这个发球隐蔽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手腕的变化 应该说是比较多一些 对非常的重要 这个手腕变化 我们看到横板选手经常有点像纸板一样 他们后面三个手指的放松 那这样来讲 是造成自己的手腕比较灵活的应用 对 这个三个手指在后面的灵活的运用呢 使得球路在变化方面 确实让对方的很难琢磨 但是看起来好像法国选手杜鲁瓦 在前几板中呢 好像技术动作稍微的比较粗糙一些 对 他的球比较凶 所以稳健性相对来讲要差一点 看到这个法国选手的震手杀伤力还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所谓凶狠他确实是刀刀剑血 我看到瓦尔登尼的节奏的变化非常的好 不紧不慢的 两位藤瓦球外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呢 确实这个进攻的意义都非常强 而且提拉的这个弧圈的这个弧度很大 对 在男子的球员的技术呢 都是弧圈球非常的重要 而且要非常的有力量和速度 9比8反而是法国选手杜鲁瓦 埃鲁瓦保持比分领先 埃鲁瓦的罚球还是有一定的破坏性 看来瓦尔登尼对他的接发球还是不是很适应 但是常年在冰盘上这个拼搏呢 使得瓦尔登尼临危不乱 他的这个应变这个球的能力是非常强 我们看到法国选手的反手拉球也相当的有力量 看起来老江瓦尔登内今天遇到的对手呢 确实是很难对付 相当不容易 但是好像瓦尔登内今天的失误呢 也稍微多了一些 对 看上去打了比较谨慎一点 可能双方在这开局呢 都打起来都要进行琢磨对方 所以相对来讲战术上都相当的保守 相反的应该说这个法国选手埃鲁瓦 应该打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因为他面对的对手虽然很强 但是就像是这个抢手呢 在一般的选手眼中呢 应该说是一个目标了 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要打败他 所以对他的球路应该比较熟悉一些 对 瓦尔登尔 不过他的打球节奏呢 让对方不容易适应 所以呢 面对这个埃罗啊 他想加快速度呢 也相对有一些困难 我看到瓦尔登内的一个反拉胡拳球 非常的有效果 又是一把 所以这一把呢 被他抢得非常的直接 而且是打了一个直线 这种高水平比赛呢 一旦回球过高的话 那么肯定是给对方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对 所以在发球接发球上面呢 要相当的严密 这个球他又 瓦尔登内又接的不是很理想 所以又给这个埃罗瓦有点上手的机会 好像这个埃罗瓦所用的球派呢 应该是很旧的一把球派了 他的球派有些特别 对 他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看到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他的两边有一点弯进去 好像有点四方形的嫩 这次呢还算是一把很旧的球派 那用顺手了以后呢 可能会在场上离不开这把球派 这个国际大赛呢 对球派的要求会不会是也是非常严格 相对来讲他主要你在他的规则之内的话 他新跟旧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有些球员都是适应 而且习惯了平日的这个用惯的球派 对 那么在国际大赛中呢 也是有一种心理作用 也就是必须用这把球派才能取胜 因为乒乓球的感觉非常的细腻 所以你的球派的性能呢 你稍微有一些新跟旧也是有区别的 有一些变化以后呢 对他们的技术呢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次的回球呢 看起来法国选手杜鲁瓦 开鲁瓦的把球回到界外 这样在第一局中呢 华尔德内保持比分顶先了对手 这阶段华尔德内的发球连得了五分 可以说他的发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看到奈乐瓦的力量非常的大 在相似中当中 他不紧不慢 一板一板拉 然后看着呢 结果一个漂亮的直线 这几板都是这个法国选手艾鲁瓦抢的优势 打得相当的漂亮 在远台利用了一个销球改变了一下机子 这种防守反击呢 确实打的这个回球呢 应该说是回的质量很高了 对相当的出色 相当的进攻似乎比瓦尔德内更加凶猛 他站的位比较靠前 所以速度方面都比较快 那么相反 瓦尔德内在后面撩过来的质量呢 非常的低 所以给对方很轻易的就发出了力 比分现在埃鲁瓦已经把比分追上成了19平 结果这个球呢非常可惜了 把瓦尔德内的防守判断非常的好 所以两个边呢来调动埃鲁瓦 非常可惜的是瓦尔德内 球呢也是弹网出了底线 这样双方打成了20平 看起来好像第一局的竞争呢 会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比分是咬得非常紧 接下来又是瓦尔德内的发球 结果老将瓦尔德内稍有舒服 把球打到界外 对这个球他发球出台了 给对方上手 那么对方上手的质量并不算高 可是瓦尔德内有一些犹豫 所以减发防守出去了 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回球 不过这样瓦尔德内丢失了第一局 稍后请您再回到界面当中 所以瓦尔德内 off his opponent's serve leads 3-2 这个男生的机会 这板接发球结得相当不错 看来他的速度方面 要比瓦尔德内来的快一些 四比三 瓦尔德内领先一分 这次的揭发出了界 好像这次的揭发就更加的草带了一些 我看到瓦尔德内一个长球的变化 然后突然一个短的转的 让对方连吃了两分 这一局看来一开局 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就将对方的节奏打乱 而且是控制了局面 对 瓦尔德内必须加快一点速度和力量 这样才能迫使法国选手没有那么凶 没有那么快 确实谈得快 今天这个法国选手艾鲁瓦反而打得更快 更加的凶狠 对 这名选手的主要特点 他就是快和凶狠 站位比较靠近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矮小 所以他的出手动作要比较快隐蔽 才能让对方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而且比较近台 对 这也是他的特点 那么这样一来 善于打前三板的瑞典选手瓦尔德内 似乎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那么从这阶段的比赛当中来一看 我们看到瓦尔德内的揭发球 的确是不是很理想 经常接触很高的机会 这一板又是一个高球 让对方直接抢攻得分 但是他的提拉有的时候威力也是很大 一下就把对方调开 确实能够把对方 埃鲁瓦不让他进台 很有可能就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这种特点 对 《博尔德内尔》尽量把节奏上采取一些变化 那么形成相词的时候 《博尔德内尔》相对来讲会比较上风一些 因为他的旋转力量都会比对方来的要强一些 两人都属于这种进攻性的打法球员 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法国选手好像更具进攻性 速度更快一些 更凶一些 这样比分方面 法国选手艾鲁瓦领先了一分 交换法球圈 这是压迫到了法国选手 结果这个回击的位置相当的别扭 虽然看上去比较慢 可是旋转非常的强 又想打一击压迫性的追身球 结果这个球出界了 我们看到艾罗尔接的 接瓦尔德纳的法球接的相当的不错 你说是瓦尔德纳的第一板的上手质量不高 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进行强攻 这板错太高了 那么被法国选手艾罗尔德纳抓住机会 很可惜这板球 对自己也是非常遗憾 看起来他已经是逐渐觉得自己应该控制住这个球 结果非常可惜的是失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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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防守为主的瓦尔德内 终于还是站得上风 让对方一次输 我们看到他在中远台的技术相当的娴熟 不紧不慢的一板一板撩过去 那么相反法国选手有一些急操 华尔德在这揭发球当中 始统摆脱不了这个被动性 所以他整个局势也显得相对的被动一些 这个法国选手好像在比赛当中 其实是咄咄逼人 根本没有顾忌面前的老将有多么凶陷 所以他自己打得非常自我 在场上也是给人感觉是非常自信 我的确他发挥的相当的不错 13比13平 华尔德呢对自己的发球抢攻没有中 表示非常的遗憾 的确他今天在自己发球上面掌握的主动性不太够 所以就相对的被动一些 对而且好像出现了一些无故的失误 这样反而是法国选手埃鲁瓦领先了一分 15比14 又是一次提拉不过 这样一来双方又打成了17比14交换了 16比14交换了华球拳 就吃球了 那么华尔德呢在这时候现在有些急躁 好 连续丢了几分 中局连续丢分的确有一些丧失自己的信心 反拍的回球结果擦网出界 15比18 华尔德内还是落后三分 又抢攻了一板 所以法国选手确实是乘胜追击 我们看到法国选手的发球转格不转 可以说变化的相当不错 连续吃了三个发球 对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它是由于在比分落后情况之下 看起来好像情绪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有些急躁 而频频出现了失误 16比20 对 看是不是能够追赶上来 连续得分 这个发的长球变化得非常的漂亮 看他能不能抓住这几个法球局的优势 果然这段时间又是法国选手埃洛瓦频频的出现失误 现在可以说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这一局的八球局他掌握得非常的不错 连得了4分 连得5分 那么这个八球局的5分都被他取得 但在是连续得分之后 压力又丢给了法国选手艾露瓦 我们看到他这5分的八球局可以说变化非常好 这就在说明他的经验老道 眼看就大肆已去 不过他还是非常的镇定 及时的把恶力的局势扳回 现在到了法国选手艾露瓦的八球局 艾露瓦也是抓住了法国选手的第一分 这样一来压力又送给了瓦尔德内 如果瓦尔德内再顶不住的话 那么就会失去第二局 看起来法国选手也是一个心慌 球推出了端线 我们双方在这个时候都要想办法把揭发球揭得好一些 来叶制住对方的进攻 上 结果 一个反拉数非常的可惜 22比21 法国选手艾露瓦又领先了 瓦尔德内发球 瓦尔德内必须拿下这一分 非常可惜的是老江瓦尔德内居然是没有取得这一分 法国选手又拿下第二局 再我们回到瑞典的松兹瓦尔来观看1998年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所举办的瑞典乒乓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第一场半决赛 这是第三局穿着黄色球衣的瑞典选手瓦尔德内 瓦尔德内想要从场边把这个球回锅过来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打到了这个边框上 对 这是属于外边 所以他的还是属于他失分 那么瓦尔德在前两局的比赛中呢 都以两分之差输给了对手 可以说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些比赛当中呢 他必须要调整一些自己的战术 才有机会返回自己的恶劣局面 所以现在在0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呢 我看局势对于瓦尔德内应该说是非常严峻了 但是他有打赛经验 在第三局看看是不是能够卷土重来 这球比较幸运 是一个擦网 我们看到艾乐又想表演前面的销球技术 可是对方的旋转毕竟非常的强 所以不容易控制 就向正手销出界了 这一局明显可以看出瓦尔德内是势在必得 所以说他的每一板都打得非常用心 这好像是一个运气球 相当的运气 擦边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擦边球 好 他认为这个球行是在边上而不是在球台上 我们再看一遍 他认为是下边 对 就是在台的两侧了 而不是在台面上 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争议 因为记得上一个球 瓦尔德内也是打过一个从边路的一个球 是打在了这个边框上 对 刚才那个球很明显 4比3 现在瓦尔德内领先了一分 发球的是法国分手艾路瓦 也还颜色 这个球看起来瓦尔德内是属于老天帮忙 非常的运气 因为对方的旋转非常的强 拉对方的正手腕 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硬不过去 这球好像动作没有出来 而是用了一个手腕 那么这个手腕并没有打到球 你需要提出 你让瓦尔德内在第三局中是6比4领先 交换发球权 你看到瓦德的发球很明显的一个下选球 变化相当的快 那么他在这阶段的比赛中 必须加强自己的进攻 这一局必须取胜 否则的话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五局三胜之比赛 瓦尔德已经丢失了前两局 9比4 看来这一局好像很有希望 推得非常大 而且压了很边 对 我们看到瓦德的确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发了一个长球 这时候埃罗瓦看来有些慌张了 在揭发球上连连丢分了 明显是有压力 这个也是打的比赛两枪 在这个好像重心是在后面 但是球呢瓦尔德内回的却非常短 控制的非常好 那么埃罗瓦这个提拉弧圈呢 速度跟力量都差一些 明显是操之过急 那么在场上好像站位以及灰拍的点都不是很好 看来打了有些急躁 对 明显的是出现了情绪上的波动 5比14 这一局对于法国选手埃罗瓦来说应该说是非常被动 非常幸运的一板 我还等下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可以说意外的幸运球非常的多 真是有老天相助 那么在这一局中 瓦尔德内已经多次让对方根本没有办法来救球 对 在这种擦边球呢的确是相当的难救了 两个选手的这个比分呢相差了十分 15比5瓦尔德内领先 这一板来得非常刁钻 那么现在两个球员呢都尽量想办法积极的上手 看来一有机会就不错过 大部阵手确实又打出了自己向投两局的那样快速的进攻 15比7 反而有瓦尔德内出现了一失误 对 瓦尔德内这个发球呢不太理想 但是这一局的比分呢 瓦尔德内是绝对有资本和对方周旋 瓦尔德内不放过任何的这个进攻机会 对 从目前的局势来讲可以说瓦尔德内基本上应该可以取得这一局的胜利 我看到双方在形成相似的情况下瓦尔德内非常的沉重 不紧不慢 他调动住对方的反手 这就是老将在场上的特点 反而是法国选手艾洛瓦又出现了失误 这把非常的凶猛 这完全是一种赌博的态度 那么因为他已经认为可能是大势已去了 所以打得也是非常放松 果然这两板都是打得非常的主动 对 干脆利落了 10比19 11比19交换发球权 接下来又是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发球 又是一个擦边球 我们看看在这一局中 瓦尔德内确实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的确让对方也感到非常的垂头丧气 我们从画面上表情可以看到对方 最终瓦尔德内是以21比11拿下了第三局 这样双方战成了2比1 领先的还是法国选手艾洛瓦 让我们稍作休息再继续收看 再我们回到瑞典乒乓球公开赛的 男子单打半决赛比赛当中 穿着黄色球衣的瓦尔德内 在失去了两局之后 看来第三局决定大反攻 而且非常轻松的拿下之后 看看第四局的比赛 首先是法国选手艾洛瓦帕球 这场比赛是景俊宏和张宝奇 可能做中文解册 我们看到埃洛瓦自己发球抢攻掌握得非常的不错 迫使对方推到远台进行防守 很可惜 瓦尔德这般想进攻的 结果太过小心了 所以失误 今天好像瓦尔德内的运气是从第二局开始相当的不错 一会儿擦边一会儿是擦网 面对这种局面 看来法国选手艾洛瓦有些沮丧 看来好像法国选手艾洛瓦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情绪化的一位球员 对这边球员打球可以说是兴奋型的 所以喜怒埃勒在表面上就完全显现出来 所以喜怒埃勒在表面上就完全显现出来 瓦尔德内也是竟然了到 可以说是在利用擦汗各方面的机械带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对 希望把自己的落后局面能及时的扭转过来 华尔德内可以说是引狼务实 那么本来是可以攻击一板的 结果是放了一个短球 但这个短球不短 没有放好 我们看到他想吸一个 结果吸了太过出台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法国选手埃勒瓦的速度确实相当快 3比4 瓦尔德内还落后一分 那么瓦尔德内要想取得这局比赛的胜利 还是应该像第三局那样继续的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 4比4平 还有两个罚球权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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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次造成了禁牌的瓦尔德内回球不够 那么这个球的15个的确是打击了一些瓦尔德尼尔的信心 因为眼看这个球主动拳是在自己的手上 结果没有把握住 看来法国选手今天的发挥相当的不错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巧妙 看瓦尔德尼尔的位置动了太过早了一些 他就用一个反手轻拉拉了一个直线直接得分 所以埃罗瓦也是打入半决赛唯一的一名外国选手 那么其他的三名半决赛选手都是来自当地瑞典 对埃罗瓦本身也是法国队的第二号主力选手 可以说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 那么能打进今天的半决赛 他也是连闯了数关 所以他以后的即就是能够闯入决赛的话 对手还是瑞典选手 其实对他来说局长是比较有利 对一名已经踏出了两步 那么离最后的决赛还有一步 去看看能不能拿下第四局 从目前的局势来讲 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 在相识当中埃罗瓦的反手撩了以后 看中了机会用正手进行了反拉 那么瓦尔登德尔在这板球当中自己没有估计好 结果造成了 瓦尔登德尔突然间一个变线 那么打了一个直线球 刚刚是打在台边 看来他也是连续反复了2分 8比10 对这两个球打得相当漂亮 世界发了 看来这个时候的瓦尔登德尔发球的变化起了一些效果 果然瓦尔登德尔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连得几分 记得好像虽然瓦尔登德尔丢掉第二局 但是在第二局他落后对方5分的情况之下 在自己的发球局也是连得5分 对他只要把自己的发球能够发挥出来 那么对手就相对来讲就非常的难 交换发球拳 试笔试评 看来这把防守的反拉非常的好 看来这把防守的反拉非常的好 发球拳手 海洛瓦还是0千1分 12比11 哈哈 双方的反应速都非常快 而且都是迅速之间的攻防 对双方的攻防召唤可以说非常的好 一旦你自己的进攻没有及时的抓住 就被对方抢去了主动权 所以这种瞬息变化之间 两位选手的心态就非常过硬 一会儿去进攻 一会儿去防守 那么在瞬时间就转变攻防的这种地位 13比11 我们看到法国选手的步伐相当的快 虽然个子还小 可是他的移动速度相当快 始终用他的正手的杀伤力来一直做对方 情绪一直是非常的高昂 而且在场上确实移动都非常快 也打出了这个小个儿选手这种特点 对相当的迅速 像某一板这个对次呢擦网出镜 就到了瓦尔德雷的发球 每次到他的发球局似乎他的得分 就会不断的上升 这一板瓦尔德雷的第一板进攻的质量就比较高 那么才可以陪他造成第二板在进行的进攻 所以他要善意利用自己的爬球局 这一次提拉过头了 他本人自己感到非常可惜 看看这一分能不能拿到 非常重要的一分 因为和对方打成15分之后呢 这就是对方能够拿下5分 也就是打到20 所以还是有机会 华尔德雷非常有经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到了比赛比较关键的时候 我看到法国队的连续进攻能力相当的强 我看到法国队的连续进攻能力相当的强 王尔德奈这把球其实接的并不理想 可惜艾罗瓦没有掌握好机会 出于手势的王尔德奈终于又造成对方的一次攻击的失误 王尔德奈往往这种球非常出色 看似被动 可是他在远台能制造比较好的旋转 使对方疏忽造成失误 上 17比17平 看起来现在局势是越来越紧张 艾罗瓦还有一个发球 又是一次艾罗瓦的失误 这样瑞典选手瓦尔德奈在对方的发球之中既然是得分 要比对方要多一分 现在有瓦尔德奈的发球就相对来讲对他有点比较有利 对所以说在关键时刻看起来老将瓦尔德奈又将优势抢到 看看他的五个发球是不是能够发得好一些 是不是能够抓住这种机会 果然赢得了发球局的第一分 那么艾罗瓦在这个时候他接发球应该能控制了好一些 那么减少他的攻击性的强度 结果他是有想也是想要这种抢攻的机会 结果非常可惜的是下网之后 沃尔德奈已经是20比17领先了 又是一次揭发球失误 这样老将沃尔德奈终于拿下第四局 双方战成了2比2平要进行关键的第五局的争夺 您说个案的是卫视体育台为您播出的1998年瑞典乒乓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第一场半决赛 沃尔德奈和法国熊手艾罗战成了2比2平之后 关键的第五局的比赛开始 首先是沃尔德奈发球 现在双方可以说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候了 老江沃尔德奈在先师两局的情况之下 连板两局 所以关键的第五局 看看谁能够抢的优势 这一次的突然之间的接发球 而且速度非常快 角度也是非常刁钻 这样法国选手艾罗戈在对方的发球局反而是领先 双方打到这个时候 因为对双方的对方的接发球都比较了解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的发球要必须更加严密 才有机会争取主动 所以在这个发球局中 居然沃尔德奈只得了一分 看来情绪上海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相似当中 埃罗瓦的力量非常的大 旋转性也非常的强 他的移动的步法非常好 而且刚才这次侧身的正手攻击 又把球打在角落上 无比 这一派压得很好 那么球打得很深 对 这板接发球他接得非常的好 我看到埃罗瓦的抢攻命中率非常的高 而且出手非常的快 使对方在防守上的难度就增加了 不容易判断的落点 非常灵活 而且脚法确实跳得很快 这样好像气势方面的一下是法国选手埃罗瓦又站得上风 这个球瓦尔德奈判断失误 关键的第五局 瓦尔德奈似乎顶不住对方的这种压力 已经是2比8落后对方 接下来又是瓦尔德奈的发球局 看看瓦尔德奈的这一个法球 是否能够把比分再寻找回来 是否能够把比分再寻找回来 这把处理得非常的果断 那么埃罗瓦接得也非常的不理想 两季接发球 这次又失误了 4比8 所以瓦尔德奈的法球是他要分的最关键的时期 这是一个运气球了 很关键的一个球 瓦尔德奈的确有些受影响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球是滚往而过 而且在台前 对 旋转非常强 那么对方也判断出来 所以接着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但是瓦尔德奈在这个发球局中 也是连续抢下了4分 这样一来 两人的比分之差已经是有所接近 那么瓦尔德奈要想改变这个局势 还是要把接发球再处理得好一些 9比6 交换发球权 这板球他判断的非常的好 事先估计到对方的正手拉球会拉一个斜线 所以他等在那里拉了一个直线拉回头 那么我看到埃罗瓦的正手拉球经常是斜线比较多 瓦尔德奈判断的始终是在那个角度等着他 好 这样比分方面还是埃罗瓦以10比7 并向了瓦尔德奈 瓦尔德奈突然之间打直线 这球也是迅雷不及掩耳 这个球他完全判断出对方的旋转 所以直接的发力得分了 相当的果断 吉巴球出现15 10比8 吉巴球反攻结果这个球下网 对 我们看到埃罗瓦的抢攻能力还是相当的强 而且连续的杀伤力非常的 好 这样法国选手埃罗瓦竟是12比8 领先了瓦尔德奈4分 瓦尔德奈想要把球抢攻 结果这个球下网之后已经落后对方5分 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拉 我们看到埃罗瓦在远台的相识当中 他及时往台前靠 因为在远台他毕竟不力 所以他想靠上来利用速度 结果他找到了机会进行一个反拉 使得瓦尔德奈9球不及失误了 所以埃罗瓦非常善于打自己的特点 而且也是借机能够牵制对方 那么要把自己的进攻的位置 是调整到最理想的状况 而且果然是在一板的情况下 把球打中 而且造成了瓦尔德奈 几乎是冲到了观众台上 这一板错的比较大 9比14 这一板拉的就非常的刁 可以说球有点往外脚拐出去 那么埃罗瓦就是等着那里 也不太容易防得到 非常可惜 尔德奈在落后4分的时候 这一次的法球却出现了输 这样现在法国选手埃罗数比10 关键第5局领先了5分 已经是战有预定的优势 对 在这个时候局势对他是非常的有利 很悬 我们看到法国选手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发挥的非常好 防守和进攻都非常的触摄 这个球很勉强也要防到 在关键时刻老将瓦尔德奈也出现失误 这样一来 双方在比分方面仍然是相差5分 16比11 那么瓦尔德奈在这个时候 他加强了自己揭发球的质量 希望能从揭发球加强自己的主动性来取分 结果这般拉球失误了 这次失误看来比较致命 17比12 这个球好像也是一个擦边 但是是在球台的侧边 所以没有算 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 看着来法国选手埃罗瓦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 18比12 这个很巧妙的一个直线 那么埃罗瓦的判断失误了 几乎扑了一个空 根本没有碰到球 13比18 不过瓦尔德内的局势不妙 果然有些手软 我们看到埃罗瓦在远台 他也可以说打得非常的好了 那么打到这种时候 可以说一方已经是非常的放松了 所以什么球都可以说打得非常顺手了 而瓦尔德内在是这一分的话 应该说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法国选手埃罗瓦已经是20比14领先 不过老将瓦尔德内在关键时刻还是敢打敢拼 那么这一分拿下之后呢 仍然是和对方相差5分 不过现在法国选手埃罗瓦已经取得了最后的决胜点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希望能再抓住最后的一些希望 最终我们看看瓦尔德内 回球不过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法国选手埃罗瓦打败了瑞典的名将瓦尔德内 这样打入1998年瑞典冰邦球空开赛最后的聚赛圈 埃罗瓦今天的确发挥的相当出色 所以他今天胜的应该说是合情合理 对 如果最后差5分的时候呢 是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发球的话 那么还可能有希望 不过最后呢 是法国选手埃罗瓦发球 再看看最后发球的精彩的镜头 我看到埃罗瓦他掌握的节奏非常的好 看不是机会 他进行一个慢拉 然后再形成了箱子 那么在中远台的箱子对拉情况底下呢 他敢于发力 那么瓦尔德想摆一个反手 结果就差那么一点出去了 所以就失去了这场比赛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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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